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热巴T裙摆明场面合集。机智又优雅超萨就场超淡定。不愧是当红明星啊。 迪丽热巴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也很有意思,情商也很高。 他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能保持冷静。 大家都知道,热巴是个很搞笑的人,特别是拖鞋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例子。 连飞鞋都能在地上踩上,那要是踩上高跟鞋怎么办? 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子。 热巴踩裙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简直就像是一本书。 But,哪怕是被裙子给踩到了。 他的第一反应也是神救场,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初在红毯上迷路的热巴,被他的裙子绊了一下,都有些慌张。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我们的热巴对提裙摆已经是驾轻就熟,从容不迫。 就像腾讯的明星般讲理,他踩到了一条裙子,没关系,我们的八姐一脚就把他给踹飞了。 来看看这张神之图,能让裙子变得更漂亮的人,就是热巴。 而在腾讯的发布会上,身穿大公主长裙的他就像是迪士尼里的公主。 可是,下一秒,他却一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裙子。 Bug。 当热巴意识到自己被打爆的时候,他的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了一抹腼腆的笑容,这一手太厉害了,他差点摔倒了,八姐的笑容让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而在另一个场合,他也是穿着一身紧身的裙子,同样的一脚踩在了他的腿上,他依旧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优雅,那么的优雅。 我们八姐真是太有魅力了,又是一条裙子和一条裙子。 放心吧,我们的热巴很有技巧的一脚一抬,就把危险给解决了。 这是一幅神文。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场秀,这一次,我们总算是看到了热巴的大动作了。 不过,他依旧安然无恙,瞬间又变得优雅起来,我不害羞,我就是女神。 怎么样?看到了那么多,他还能如此镇定地就场,你还不佩服他的镇定吗? 但是你觉得迪丽热巴会是这样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下面这张照片,就是热巴的真容。 不幸热巴拥有抑郁脸。 看他穿起民族装后,这是内娱第一美。 如今在娱乐圈中一旦提到异域脸这个群体,想必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迪丽热巴这个名字。 身为新疆美人的迪丽热巴,自从出道后就经常因为自己的盛世,美颜经验众人。 近段时间热巴更凭借自身无比百变的绝美造型,时常登上热搜。 日前热巴靠着自己一身全新的民族装造型,就被很多人誉为是内娱第一美。 不知道你们又是不是早就已经被热巴的这个抑郁造型给亮相过呢? 如果你们曾经也是不相信热巴拥有抑郁脸的人,那看到他穿起这身民族装后,必然就会相信了吧。 整身民族装加身后热巴形象中,凸显出来的抑郁美完全就是普通人,无法凸显出来的女性美。 民族装超级绝美的设计呈现,配上热巴戴上面纱后的状态,还显得很有神秘感。 加上热巴精彩绝伦的舞姿后,他内娱第一美的称号,果真是名副其实。 对于有着盛世美颜的热巴,现在绝对称得上市娱乐圈中备受力捧的女明星代表。 他仅仅靠着自己的美颜就拥有了很多绝佳资源。 关注娱乐圈的人都清楚。 时尚资源对于女明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各种高奢品牌的代言,更足以证明女明星们在娱乐圈中的商业地位。 现在的热巴就有着很不错的高奢代言,毕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完全就是行走的衣架子。 一旦提及新疆女子很多人,都会表示她们长得美却老得快。 不过对于现在的热巴来说,无疑就是其中的例外。 随着热巴出道时间变长。 她自己年纪也在不断加深,可我们在她身上却没有看到丝毫容颜上的尴尬以及老态。 如果有人想要盘点娱乐圈中生徒高手的女明星,那迪丽热巴也绝对是其中一大代表人物。 签约杨幂旗下的热巴现在已经成为其中最有知名度的艺人代表了。 基于现在热巴事业的成功,她自己的粉丝们都很希望她能够解除与杨幂的合约,可实际上热巴却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由此可见热巴绝对称得尚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女子。 虽说她与杨幂是员工与老板的关系,可两人私下生活中的感情真的非常好且纯粹,这么多年来杨幂与为热巴带去了不少优秀资源,可以说要是没有杨幂的话就没有现在的迪丽热巴。 也许因为热巴自身拥有神言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觉得她不过是娱乐圈中的花瓶,可实际上热巴自身的实力也是很强大的。 最近她靠着自己的手语无台词演技就深受观众们的夸赞,凭借这次的演技发挥热巴也终于摆脱了自己之前水后的黑撑。 因为热巴自身综艺感很优秀的关系,她也是很多综艺节目非常喜欢邀请的流量明星,回顾前段时间热巴参演的众多真人秀综艺中就都有着很不错的表现。 今天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们对于热巴又会不会有着更深一步的认识呢? 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的话也请时刻关注小悠啊。